哈囉 大家好 我是秀康 那我之前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呢 我說過 我要用滑鎖來蓋一個 滑鎖高速公路 滑鎖捷運 那那時候 直播的時候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蓋 那現在 沒有錯 我們終於把它蓋完了 雖然呢 現在只有東部而已喔 不過呢 我相信之後中部 也會蓋滿我們的滑鎖的 OK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滑鎖高速公路怎麼回事喔 那首先 我們起點呢 有沒有 我們起點就直接放在這裡喔 旁邊那個 旁邊那個滑鎖不是我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世界特別多滑鎖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用很多滑鎖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自己一個 把它蓋完了 你看那邊那個藍色就是我的 有沒有 300多公尺 OK 直接衝過去 可能有人問說 欸 秀康奇怪這個滑鎖的距離不是300公尺嗎 怎麼剛才距離超過300了 你如果把滑鎖升級的話 它最多可以到350公尺 只要其中一邊的滑鎖 是等級2的滑鎖就好了 對 只要兩邊 因為它是兩個點 連成一直線嘛 只要其中一邊的這個滑鎖 是升級過的滑鎖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這樣繼續往下一個地方衝吧 沒有錯 我們剛剛是從那個主結室 也就是遊戲一開始的地方出發喔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下一個地方前進 可以看到這邊風景非常的優美喔 風景非常優美喔 說實話 有時候它好像會出太陽 出太陽會好看一點 我們剛好這時候錄的時候是下雨 又無所謂 蒙龍美阿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往這邊衝 繼續往這邊衝喔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在遊戲裡的第二站 也就是這個叫什麼 中繼站 中繼站 然後我們就直接這樣衝下來了 那邊有人蓋了橋在那身邊 有兩座橋喔 這個很感謝蓋橋的玩家 有沒有 我們就來到這裡了 下去就是那邊 下去就是那個主結室西面的中繼站喔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個地方出發 那個綠色是別人的 我自己蓋一套完整的系統了 所以我們當然是用不自己的囉 衝啊 一樣這邊是等級二的滑索 有沒有 超過三百公尺 衝啊 超爽的 然後這邊應該是玩家 第一次在這邊遇到那個強盜喔 在路上遇到強盜喔 我完全不用擔心啦 強盜不會care你阿 他不會管你阿 OK 那我們繼續下個地方走 出發 真的是不得不說這個滑索 說實話啦 當你在用滑索的時候 你截到了每個毒 感覺都可以 一直你知道 當成桌布來用了 欸那邊還有倒立場 都可以當成桌布來用了 然後旁邊 我們現在看那個方向有沒有 看到那個A1有沒有 那個地方其實是有一個地點的 叫做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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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這邊問題不大 解鎖的話 直接多蓋一個滑鎖就好 因為一個點通常會再給你五百以上的頻寬 就是你完全生滿五顆星以上的話 通常都會再給你五百以上的頻寬 所以呢 你就完全不需要擔心 對 但是因為我沒有解鎖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辦法解鎖 所以我那邊就 因為沒有開弱的網路 沒有解鎖沒有開弱的網路 所以我就沒辦法蓋滑鎖在那邊 那我們繼續往下個地方 也就是 這是 祖節室的 欸? 祖節室這邊叫什麼來的? 配送站嗎? 忘了 往這裡衝喔 然後這邊是 VT會很常出現的地點 不過我們就直接通過了 不管 衝啊 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裡了 有沒有 水啦 主節室西邊的配送中心 好 再來 一個 兩個很重要 但是玩家就會覺得很機車的地方 分別是什麼呢? 分別是這邊 這邊有一個地點 在哪裡? 就這裡 這邊有一個地點 音樂家 非常機車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風電廠 也是非常世界機車的地方 有走過的玩家一定都知道 但是不用擔心 來看秀康直接滑索直接飛過去 有沒有 我們先往風電燈出發 我讓大家看一下滑索要怎麼蓋 我蓋的這些點呢 如果大家 想要用滑索的話也可以 就是跟我一樣 到處蓋滑索也行 也行喔 我跟大家講就是 蓋了滑索之後呢 你會變得很懶惰 不過我覺得滑索是最後手段啦 因為說實話 你滑索蓋了之後 其實有點無聊 遊戲就會變得無聊了 因為你就到處飛來飛去就好 你就安全就好了 OK 衝 我快要到了 從這邊都還是可以有沒有 看一下路上 都還是可以開車的地點 然後再過去就是大家最熟悉 也是最討厭的地方 森林 而且不只是森林喔 他那邊不只是森林 你看那個地上一堆石頭 然後又有懸崖 而且更急發的是 那邊還有BT 一定會遇到BT 但是不怕 有滑索一切都不是問題 你看 BT就在下面喔 BT區域 我們就可以直接俯視整個大地有沒有 還可以順便看到其他玩家蓋的建築物 直接俯視整個大地有沒有 OK 好這邊 那個是其他玩家的 我們要連到我們自己的 這裡 然後咻 我們就到了 我當初在蓋這個滑索的時候 其實有點意外 因為我沒有想到 那個樹葉竟然是可以直接穿過去 我以為那個是障礙物 不過反正它就可以穿過來了 沒有錯 OK 你看 風電站 大家最詬病的地點 有一些任務也是要送很多東西 特別是那個頂級配送 要送非常多東西到風電站 大家就會覺得很急吧 但是不怕 有這個滑索 輕鬆搞定 OK 那我們去往回走吧 往回走的時候 順便看風景 而且我是在蓋滑索的時候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那個遠方阿 這算是一個盆地地形嗎 那邊遠方不是很多山嗎 那些山是爬不上去的 就是 你 不能在 他那邊 你要爬上去你要先經過懸崖 但是你沒辦法在懸崖旁邊放梯子 他會跟你說這是禁止放梯子的地方 對 就是那個我現在看的地方 那上面好像是禁止上去的 就是不能上去的地方 OK 那個是玩家的滑索 不管他 我們繼續走吧 沒錯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去往下一個 很機車的地點 就是那個音樂家 音樂家那條 為什麼很機車 因為那邊沒有路 那邊唯一的路就是呢 你要 應該這樣講 就是 你交通工具沒有辦法過的路 應該這樣講 你必須要 人力上山下海 所以 很多人也會覺得那個音樂家那個地方 配送地點很麻煩 但是 不用怕 一樣 滑索 No No problem 這裡唷 衝 那個綠色是其他人的 不過我們是衝像我們自己的 藍色的唷 我覺得可能是很多人跟我一樣的想法 都想要蓋滑索 就是來貪圖一下 也不說貪圖啦 就是說 方便一點啦 方便一點 OK 衝 繼續往我們蓋著下一個地方衝喔 下面有人把汽車丟在這邊 可以看到那邊有很多人蓋 在那邊蓋橋是真的屌 可惜 有了滑索 一切 感覺把滑索蓋起來其他建築好像 就沒什麼意義啦 你看音樂家建築都在旁邊 有沒有 我這樣直接下來就可以到了 如果你有特別注意到的話 基本上 我都會在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配送可能的地點 我都會放一個滑索 所以呢 這一套系統 你可以直接拿來送貨 很方便 OK 那這邊 剛才不是說風電站這邊很急巴嗎 然後再來下一個 也是大家覺得很急巴的地點 就是 從這個地方有沒有 從這個祖結寺這邊 往 胡結 不是胡結講錯 往港結寺前進 中間會經過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路的話 你會非常難開 我先跟大家講好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上面這一段 如果 上面這一段非常好開 就是你開車都可以輕鬆經過這裡 但是有時候會有BT 對 然後下面這段路的話呢 建議騎機車 而且下面有BT 沒有錯 但是呢 不管是哪一段路 只要有滑索 通通不是問題 OK 衝 衝啊 哇你看 一欄中三小 感覺就是一幅畫的 有沒有 都可以拿來當桌布了 說實話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下面那邊就是BT很常出現的地點喔 有沒有 你看一欄中三小 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然後我們現在看的那個地方啊 那個最上面也是上不去的 對沒有錯 不然我本來想要 我本來想要把這個 就是我現在在的這一個滑索 蓋到那邊去 蓋到我現在看的那個地方的 岩石上面 但是那邊上不去 就是 它是靜止進入的區域 不是我上不去 是靜止進入 OK 那我們去往下個地方衝喔 咻 可惜現在是 這邊是下雨喔 不然 這邊它有時候好像是不會下雨 天氣很不錯 就是風景也很好看 那這邊大家應該就比較熟悉啦 就是 你好不容易通過那些該死的地方 通過了該死的BT來到這邊 整個視野就開闊了 沒有錯 呵呵 大家可以看到喔 如果你要蓋滑索的話 就要盡量選在這種位置喔 就是說 呃 單獨光凸凸的山坡 也 光凸凸不是重點 就是要單獨的山坡 單獨的一塊突出的地方 就是 四面八方都很 視野很好的這種地方 因為這樣才比較好連線 有沒有 才比較好連線 但是 該在這種地方有個缺點 就是 會這樣走 例如說我現在要下來 啊我下來囉 有時候你下來會摔死 我說真的就是 我這一次是剛好沒有摔死 但是我記得我有幾次就是 要從這上面下來 然後也沒有到摔死 就是摔下來摔得很痛 摔得嗶嗶在那邊哭喔 好啦 那我們繼續往下沖吧 那邊有人蓋著做橋 雖然我不知道那邊蓋橋這條蛋白 可能只是爽而已嘛 就想說隨便讓蓋 滿多人在這裡翻車的 就是 前面 前面那邊不是有很多 石頭 崎嶇地形 有BT 所以前面大家都會開得很小心 但是一旦開到這邊 大家就會開得很快 然後就在那邊摔車摔車喔 然後就在那邊 有一大堆儀式貨物在那邊 我自己也曾經在那邊摔過 就是因為好不容易通過了 然後就 YES 我終於通過那一段該死的地方了 然後就直接衝過來 就是這邊都下過就一路咻 往下衝 然後就摔車了 然後這邊一樣喔 我是用強化過的滑鎖 所以它可以 就是延伸比較遠的距離 350公尺 OK 然後就這樣子 直接下來 下來之後呢 直接有沒有 騎機車 我現在已經 用滑鎖這個系統 就是 真的會讓我變懶惰啦 就是我懶惰到 這一段路 我現在騎機車這一段路 我連用走都覺得麻煩 我都寧願就是 只要騎機車衝過去 有沒有 就這樣騎機車直接衝過來 啊 例如說這個好了 例如說我們現在要去這兩個地方 然後我們直接 用頂級配送 我們直接用衝的 有沒有 我們試試看 我們試試看 我們用衝的 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樣子 哇 哇 身上超高的 有沒有 我們身上超級高的 不怕 我們直接出發 我們順便測一下 我們要多久好不好 我們從這邊一路衝到 祖劫寺 我們大概看一下要多久 OK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要配送哪裡 我已經忘記了 祖劫寺西邊的配送中心 然後風電廠 然後我們最後一路衝到 祖劫寺 我們大概看一下這樣要花多久 好不好 好來 準備喔準備喔 我身上這個機車喔 OK 來開始開始 計時開始 衝啊 這時候機車的好處就顯現出來了喔 我身上這個貨就算超重也無所謂 超重一些些也無所謂 因為你可以用機車載 用機車的話 就算你身上操縱機車還是可以很快的把你送到下一個區域嘛 因為你操縱最大的問題不是容易滑倒 可是因為 你如果操縱的話呢 你會 你會只能一步一腳印慢慢走 非常慢 走非常慢 但是你有機車的話就什麼都不怕 OK好我們衝 啊等一下衝錯了 等一下等一下 重來重來重算一下 衝錯了 那個是 那個是其他人的喔 抱歉 重來重來再重計一下 不好意思喔 那個是其他人的那個 其他人的那個 那個滑索 我要衝我們自己的 好衝 開始計算 剛剛騎機車上來大概就算15秒吧 差不多 你看這樣子 而且滑索很厲害 滑索這個東西就是 你完全不用擔心你的貨物會摔到或是飛出去 都不用擔心 你用那個漂浮機 你還有可能那個漂浮機繩子會斷掉嘛 就是你在上下懸崖的時候 漂浮機可能繩子會斷掉 對不對 像我就這種慘通的經驗 我有一次送那個反物質炸彈 我把它放在漂浮機上 因為漂浮機不會震 但是結果沒想到 在運動的時候那個 繩子直接斷掉 然後漂浮機就這樣子 直接從旋轉上面掉下去 瘋 然後就直接反物質炸彈 咻 遊戲結束 Game Over 但是你看像我這樣子用滑索 不用擔心 好 剛才他那邊有停頓一下 是因為出現BT了 蛤 BT 那是什麼 BT 不懂欸 有很厲害嗎 直接衝過去就對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我這樣配送 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 沒有什麼是滑索搞不定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 就表示你滑索蓋的不夠多 好吧 沒有什麼是我們的滑索搞不定的 如果有的話 就表示你滑索還蓋的不夠多 就這麼簡單 衝 衝啊 好 我們繼續往這裡衝 我們先去風電場好了 我們去那個風電場 雖然路上這樣是可以看風景啦 但是我建議大家 這個滑索這種東西呢 我是建議大家最後再來嘗試 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最終極的目標 因為我認真奉勸各位 就是你當你滑索建好了之後 你的遊戲就會變得無聊 因為不管運動什麼東西 就是一直按圈嘛 一直衝衝衝衝衝就好了嘛 你完全不用擔心說會滑倒 完全不用擔心要上下懸崖 不用規劃路線 不用擔心遇到BT 也不用怕遇到十隻羽 什麼都不用怕 真的 滑索就是 讓人變懶惰 然後就是讓遊戲 說實話就是 因為你看到後面 看風景你也看膩了 像我昨天就是把這個滑索給搞好之後 我就這樣一直來來回去運送東西 風景很好看 但是你同樣的風景看了 我大概看了 快五十幾次 也是會膩的 對不對 也是會膩的 所以滑索這個東西有好有壞 好處就是呢 你建了滑索之後 你再也不會 或者說你再也不可能 就算是頂級配送 你再也不可能拿到S一下了 你一定就是S 如果沒有的話 抱歉 你太爛了 真的 你滑索建好的時候 你還沒有拿到S 那就是太爛了 甚至就是 像我自己都會給自己定下另外的目標 就是 就是說 當我滑索建好 欸 拜託 現在我連看到貨物有一點損傷 我就覺得 我都會覺得很不爽 就算只有一%的損傷 我都會覺得很不爽 就覺得 蛤怎麼可能 貨物為什麼會損傷 對 只要有滑索 你的標準就會變得很高 這是有滑索的好處 就是 你完全不用擔心 會拿到S一下的評價 一定是S 除非你自己玩過頭 不然一定是S 好 我們現在交貨 交貨 交貨 一定是S 不用看 一定是S 一定是S 不用看 沒有S才奇怪 而且你看 我現在是在測時間 如果我們現在狠一點的話 我們現在甚至怎樣呢 可以就是在接另一個任務 繼續往下一個地方衝 所以就很可怕 有這個滑索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個東西 但是缺點我剛剛就講過 就是會讓你很容易就是遊戲就會變得很無聊 你的遊戲很快就會 變得就是一直暗圈一直暗圈一直暗圈 然後就很無聊 很容易無聊啊 很容易無聊 對 所以 滑索這種東西就是 蓋的過程最有趣 你在蓋的時候 你要一直考慮說 唉呀我要蓋在哪裡 就是 怎樣可以讓我有最大的那個 最大延長的距離 因為滑索一個平寬要佔五百 五百非常多 五百非常多 好不好 等於說 像這個地方 你大概只能蓋 蓋幾個 七八個 十個滑索就沒了 也就是說 你的那個滑索的 蓋的力點 你要好好的想一下 怎麼樣就是 以 最厲害的方式 越過那個山頭 越過山頭 而且你還要兼顧說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子好了 你要蓋 整個地區都連的到的系統的話 那你就是一定要計算 你一定要計算說 你滑索要蓋在哪裡 否則的話 你就一定有些地方連不到 連不到 像我這樣子已經是很極限了 我幾乎每個點 就是 我每個站都有差一個滑索 這已經是 你知道 已經快不夠了 我的滑索是剛剛好 就是我的頻寬剛剛好 就沒了 一抽 不然的話 例如像這個地方 我這邊如果 我沒有在這邊設個站點的話 我直接讓這個滑索 繼續往那邊蓋 不然這樣100公尺 說實話是有點浪費 對不對 說實話是有點浪費 所以滑索這種東西 蓋好之後你就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 你就是像我這樣子 有沒有 從頭到尾都會在按chip而已 就是看著這個山不在那邊 啊 耶 然後我BB也會跟著開心 開心的耶耶耶一下 然後就 就沒了 對就沒了 你也不會遇到任何危險啊 你也不會 不需要規劃的東西 你也不用擔心撞牆 你就是一直安全就好了 你就是一直安全 有沒有 一直安全 所以滑索這種東西就是 蓋好 在規劃怎麼蓋的時候 還有就是說 剛蓋好的那個時候 第一次第二次滑的那時候最開心 沒有旅人你也不用管他 他們 你這樣滑過去他們不會理 他們也不會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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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等一下 我剛剛好像算錯了 我好像 這個要配送到主 配送到那個主結室的那邊 啊算了 沒事啦 我們繼續測時間嘛 反正等一下再滑回去就好了 你看有滑索之後 甚至你不小心 例如像我這個配送地點 是在剛才我們經過的地方 也不用擔心啦 沒關係啦 等一下再回去送就好了 呵呵呵 等一下再做滑索回去送就好了 這個真的就是 讓你變得超級懶惰 然後遊戲也會變無聊 真的 所以 沒錯 你如果可以蓋滑索的話 其實大概也就畢業了啦 因為 你要蓋滑索你的頻寬要夠 你頻寬要夠 你頻寬要夠的話 等於你每一個站點都要升級到五顆星 你每個站點都升到五顆星的話 那你其實也差不多這個遊戲也快要畢業了 有沒有我們這樣衝 我們這樣子花大概五六分鐘吧 自己想一下 平常你如果在剛才那個地方接到過 然後又送到這邊 中間還要再經過一次風電場喔 你有辦法在五六分鐘之內送到嗎 不可能 你如果不是用滑索的話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滑索真的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 對 就是 邪惡的物品 邪惡的物品啊 沒有錯 邪惡的物品 然後你如果像我這樣更懶 我甚至 就會在這邊直接放機車 為什麼 就是下滑索直接騎機車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連就是 但是從滑索下來走進去 我都覺得好懶惰 對不對 都真的超懶惰了 呵呵呵 所以我們大概總結一下滑索 這個 滑索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 該怎麼說 它應該是最終極的東西啦 就是說 你要蓋滑索 你就必須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地點 配送的地點都五顆星 你才有平關來蓋 那基本上 就是你所有的地點如果都五顆星 那你遊戲也差不多要畢業了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已經 遊戲每個點都五顆星的 那你可以把蓋滑索 規劃滑索的位置 當做是你的樂趣 當做是你遊戲下一屆的樂趣 然後等你滑索蓋好了 OK 你這個遊戲就可以 正式的畢業了 因為說實話 你要白金的話 靠滑索應該是 輕輕鬆動就可以白金了啦 對啊 我剛剛就說了 我有了滑索之後 我就 完全不知道 貨物損傷是什麼 我也完全不知道 S以外的等級是什麼 就只會拿S 就只能拿S 我的貨物損傷一定是0 你蓋了滑索之後 你基本上完全沒辦法蓋其他建築物 因為滑索一個要佔500頻寬 很高 非常高 我就蓋了20個滑索 然後就用了將近1萬頻寬 而且我就是 每個地方都五顆星了喔 我才有這麼多頻寬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 如果你要蓋滑索的話 那你就是 等於蓋完之後 體 體驗完那個很爽的 衝刺的感覺之後 你這個遊戲就差不多畢業了 對啊 還有就是說 最後壞丟蛋的事情 因為 我聽說就是 建築物 建築物的話 如果越多讚 我聽說啦 我聽說建築物 如果越多讚的話 它就越容易出現在其他人的地圖裡面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這個 有沒有看到那個 RKWER2005 有沒有 那個蓋的人是誰 RKWER2005 那個就是我 如果你看到 RKWER2005蓋的滑索 記得按讚喔 因為 滑索這種東西 只要缺了一個 它整個系統就不能用了 也沒有到整個系統不能用 但是就會斷一塊 就會斷一塊 很麻煩 所以呢 就麻煩大家 如果你看到 RKWER2005的滑索的話 記得按個讚 就是讓這個 滑索系統 就是 可以讓它整個 整個系統都出現在 其他人的世界裡面 那這樣就會變得很方便 我蓋這個滑索 一方面就是因為說 蓋的很爽 因為我在直播的時候 就體會到蓋滑索的爽度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 我希望這個滑索 可以讓其他人用啦 就是讓其他人用 然後 減緩 其他人 就是 也不說減緩 應該說 讓其他人送貨變得更方便啦 對 喔有B 抱歉 更低 我花太多時間了 剛才在錄影片 花太多時間了 OK 那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這部影片 主要是 就是 東部地區的滑索 東部地區 大家都知道 東部地區 還算小的 還算小的 中部地區才是重點 我希望我們以後 有機會可以出一個 中部地區滑索的影片喔 讓大家可以就是 同時也可以造福 就是現在正在中部地區 奮戰的各位觀眾們 對沒有錯 各位觀眾們 OK 那就這樣吧 就記得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 如果你覺得滑索 如果你也覺得滑索 如果你也覺得滑索 太棒了的話 就記得在影片下方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囉 我們每天晚上 基本上都會開台 然後也會上傳 基本上每天也會上我的剪輯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各位 掰掰啦 掰掰 衝啦